你知罪吗 你竟敢对大将军不敬 这是先一怒马的霍去病 一辈子做过最出格的事情 面对着侮辱舅舅的离感 霍去病拉满了大功 周遭空气 似乎都凝固了一般 这一切 还要从大军班师凯旋之后讲起 漠北决战之后 朝野上下 对于汉武帝一连串的战衣 已经颇有微辞 甚至在宫廷宴会上 老陈起案 当着汉武帝的面 就敢说出 老夫围住大将军 从今以后 没有什么工业可见了 这话字字句句 说的是未清 可案里 是朝着他汉武帝刘彻开跑 当下刘彻脸一案 好你个急案 你是不想活了吗 敢讽刺朕 急案赶紧说 怎么敢呢 我敢说陛下一句不是 那陛下 漠北大姐 一下立了两位大死 刘彻脸上笑嘻嘻 心里想啥就不得而知了 刘彻张嘴来一句 咋 不会是看着一帮次武将升官 眼红了 急案 不愧为敢硬钢汉武帝刘彻的 带阴阳师 直接是电锯筒屁股 给汉武帝开了个大眼 那讲话了 您汉武帝用人 突出了一个字 月炮 杀豆鹰 严主主服宴 那死的 就跟梅林娜一样 都成木炭了 刘彻脸一沉 你可别在这发点 急案喷完了汉武帝之后 哼 跳出来 老夫年纪大了 想要告老还乡 喝完这杯酒 希望你把我的辞职报告 劈一下 刘彻被说得没了脾气 急案闲着没事就对汉武帝 一顿阴阳怪气 还能让一贯月炮的刘彻 留他的现在 无疑说明 刘彻也知道 自己需要听听匿耳的直言 等料理完了急案 汉武帝刘彻是饭也不想吃了 来找魏子夫聊聊天 结果小刘炬上手就一句 上书上说 天命无常雨 暴力不足事 当时刘彻的心情 煞时间就绷不住了 他一时之间有点恍惚 寻思 小刘炬是怎么用37度的嘴 说出零下20度的话 大热天的 怎么感觉浑身手脚冰凉 这大汉的还能不能好 正值雄心壮志的汉武帝刘彻 只觉得子不累负 没发现 购武尼父亲发表出这番言论的流句 骨子里的倔强 是跟他一模一样的 连番的大声 让此刻 他假想的继承人 应当是继承雄伟壮志 给大汉继续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 只是 他没能想到变数 就在轻刻间爆发了 打了半辈子仗的魏青 正在家里悬着米饭 冰生白发的老婆平阳公主 看不下去了 一个大司马大将军 一个大司马票计将军 你看得出这里的区别吗 魏青一边悬着米饭 一边表示 都是大司马 有啥不一样的 除非住在乌虎 否则都不会起飞 作为汉武帝的老姐 平阳的敏感度很高 皇上把祸取病摘出来 明显就是要分你的兵权了 这一次末尾决战 皇上给你的封赏 也仅仅是给钱 这是不是要 谨小慎微的魏青表示 皇上能成就我魏青 也能毁了我魏青 他为了朝廷上势力平衡 咱只能受着 再说了 去病是我大外甥 所以魏青刚准备出门去吃口饭 门口一阵息嚷 李广的幼子李感冲了进来 李感这一箭刺出去 王小的说 是刺杀大汉最高军事长官 王大的说 是串通匈奴 意图谋反 魏青让手下人放开 可平阳可就不乐意了 讲话了 我平阳公主是什么身份呢 我老公怕皇上也就算了 还怕你个小别三了 你个弹幕里打定一下 全都是我的好弟弟 就你一个小小的官内侯 欺负我老公 说完 不子一迈 就要去找他老弟刘彻 那时间 魏青 DNA被处罚了 想起了一样谨小慎微 因为一件小事 导致了甜豆团灭的结局 放开我 他一个大逼兜子 就忽在了平阳公主的脸上 打完了 就施展固定技能 公主抱 一把抱起平阳 走 给我进屋 进了屋 魏青才解释道 这件事不能闹大了 再者 这是军人的事情 瞅着平阳还在哭 魏青也明白 在这屋子不行 往里面一走 就要小辈一盖 两个人聊点深入的话题 依佛 平阳被扇了一个大逼兜子的伤害 可魏青 咋也不会想到 这事的余波 会闹到 他也想象不到的天地 长安宫确立 霍去病 带着未来的中兴全臣霍光 来宫里玩 结果平阳白眼一翻 头也不回 直接留了 就你抢我老公的军权是吧 小货一头的问号 闲思问问姨母 咋回事啊 啥玩意啊 舅妈咋生气了呢 魏子夫说话 也没过脑子 一咕噜 就把李感跑到魏青府上 闹事给说了 霍去病一想 李感是跟着我混的呀 他这么闹 他奶奶 这时候 魏子夫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我不会话说多了吧 行了 年轻人去追去吧 上林院 汉武帝刘彻翻身下马 看着远处的霍去病 心里眼里满是骄傲 只不过等到了临身处 霍去病把剑 就描向了同行的李感 你吃死吗 作为李广的后代 李感也继承了 刚猛这一手心点 抛开原具的家城 李感在万军丛中 能夺左宪王旗 堪称万人敌 但就这么一个人 唯独对霍去病 服服帖帖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当下 两个人隐功搭剑 霍去病一剑射出 李感就这么死在了剑下 惹了霍去的霍去病 也没耽搁 跑去找了汉武帝刘彻 刘彻晒在太阳 睡得正舒服 现在不就是一个人吗 当初 李广杀霸凌卫 不也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吗 大不了 交点钱赎罪 谁啊 汉武帝满不在乎的这么一说 霍去病的话 可就让他睡不着了 李广之子 李感 汉武帝 看着射杀李广的剑祖 一把给折断了 寒烟这个小表情 属于是战如楼罗了 当然 咱们现在能知道这事 都要归功于 本台记者司马迁的报道 等雨林卫都撤走了 汉武帝刘彻 跟霍去病吵了起来 越说越气的刘彻 挤巴掌落在霍去病身上 这一幕像极了 父亲打儿子 霍去病老老实实的接受教 刘彻打完了 也打累了 霍去病张嘴仍旧是 臣想不了那么多了 你敢逼去死 等刘彻发泄完了怒气 也下达了处理结果 这事得遮掩一下 你获去病 先给我去朔方树枝 此刻的汉武帝 突然想起了 主夫妍的真言 只是他也没想到 这把刀会拆得如此 超长待期的春公公 已经先表 陪在刘彻身边的太监 换了个年轻人 此刻的刘彻 感觉非常的糟糕 一匹快马 踏入长安宫阙之间 赵破奴 白衣夹身 跪在地上 那一刻 刘彻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可当亲眼看到的时候 仍旧是一脸的不可知心 大汉天神获去病 没有死的沙场 却是棒足在了圣年 关于他的死因 有人说 是战时喝了匈奴被污染的水 也有人说 是久战 积劳成疾 但无论如何 这位年轻的将领 带着风狼居去的浪漫 如同一颗流星 划过了历史的天空 留下了 属于自己的名字 获取病 公元117年 刘彻带了最深的悲痛 赐嗜好 请还 仿照 齐连山形状 修建坟墓 葬于自己 领寝旁 之后 赌物思人 对他的义母弟弟霍光 寄予了无尽的期许 几年之后 刘彻在泰山举行风扇大典 他踏着泰山的台阶 没有带太子刘聚 身旁 智能的小孩 名为霍善 是霍去病唯一的儿子 他回望着身后 慢慢的长街 台阶下 仿若能看见父亲的笑容 那么 遇之后史如何 欢迎继续关注 东乐剧院 我们下期再见